他是焦點 但也許其他球員也要分擔一下 我覺得他雖然是焦點的人物 但是其他的球員一定要站出來分擔他 要不然一個人要打五局的這種打算的話 是不容易的 卡迪今天第一次得分 快攻就是快攻 快攻也可以打時間差 這個是很多的一種變化 這次出網嗎 籃網的出網 對 台電的出網 對 所以Aterline繼續咬住 只有差一分之一的活動 也都歡迎大家到現場來 被飛 剛好被彈踢 抓到這回吸塊被彈踢 對 劉宇淳這個舉球舉得太明顯了 完全沒有把籃網的人調開 要不然的話乾脆被飛 更多的球員可以再多拼一下 對 其實Aterline他的優勢就是說 他們的這個球常常都是 不是一波就結束 而是兩波三波的這種繼續球 就是像這種球的話 如果多了一個團體來講的話 這個對他們是提升了這個實力 果然團體後排的攻擊得分 現在追成平手20比20 到了最後決勝關頭5分 最後5分 這個也許攻擊 但是速度太快了 可能賽場不好判斷 22比20 台電上週對戰中間也是曾經0比2落後 但是連贏三局逆轉身 結果不錯喔這一回 彈踢再來 攻擊得分 夢花也擋不住 這個球非常有速度 夢花的防守是排名第二的 僅次於曖昧 不過剛好在肩膀這裡 對 他如果往下打的話 就被夢花給守到 但是這個球 他是有被球擠到 所以夢花就嚇到球了 彈踢的防守 會不會稍微習慣 就是彈踢比較平的這種進攻 其實彈踢的球 他除了 他的那個是垂直線比較多 也有多 所以夢花會往前是正常的 OK 對 彈踢到前排來 這次用掉球 應該比較沒有威力 還有 彈踢還是用掉球的攻擊得分 追成22比22平手了 這時候台電 因為姚教練要考慮一下了 好 還是在這個時候 也是全能球員 穩定的發球 接發球 較快舉高 彈踢重扣 彈踢 來彈踢得分 就緊要關頭時呢 我們球隊 Aterna就有一個 很安定的攻擊手 對 交給他處理 對 所以這個也就是彈踢來的作用 因為 其他的 咬得還蠻近的 局目點 李鈺 穩定的發球 接發球到位 飛飛掩護 時間差 壓球高打點 而且他 就加快速度了 對 像這樣子的一個 點 他也不 不把手腕 蠻不錯 對 其實他的這個 經驗 也是越來越不錯 是 這回倒是被彈踢斜斜線 攻擊突破 彈踢也抱了一箭之籌 碰到這麼高大選手 讓我們的選手也能進步 對 如果碰到大陸隊 或者碰到歐美隊的話 快就可以迷補身高 但是有時候快 舉出來的球 剛好在那種高個子的手上 其實你也很難逃 那危險 對 高高踩一點 攔到彈踢 一對一 後排進攻 彈踢再次的得分 參考數據 彈踢現在攻下了9分 彈踢還是有他的威力在 對 對 阿曼的是 阿曼的兩個舉球員 發球又快 那個球很飄 整個跳球 啊 高攻不摸也好 對 或是更用力一點 彈踢得分來到了10分 他在台灣的每一場比賽 從 也特別有力量 對 也是比較高的地方 晶瑄也是在對越南女排的時候 打得相當出色 台電的chance 這時候夢幻過來幫忙 晶瑄這回斜線 差點出界 再來談題面對斜線了 好 是攻擊的得分 也是攻擊 打到了晨熙的左手 是 沒有完全包好的話 就變吞下去了 對 兩人也要 沒有 更靠近 對 今天 看起來搖嬌連環上 他上場時間比較多了 前半球比較快一點 來談及時間差的進攻 得分 畢竟上個球季 也跟阿貞賴有配合過了 對 這種默契應該都沒問題 玉淳的手 玉淳他一跳起來 但是籃網的人有碰到他的手 OK 所以才會造成他有那種 六球的球 對 彈體要回來就攻擊 好嗎 有時候選手 選手就這樣 一分呢被 拿掉了以後呢 我就很氣喔 我就一定要回來 對 而且剛才的那個 失誤的球是張瑜珈 喔 是 因為瑜珈他有跳 多用一點這樣嗎 對 其實他應該有離網 有一點點距離 不是靠網 如果靠網 以他的這個高度 往上壓 由上往下壓是OK 但是有一點距離的話 他必須要推平 彈體後排的時間差的組合 小畢幫他掩護喔 而且幾乎在同條線上 對 讓對手有時候會 眼睛有時候不太容易看到 所以只剩下一個人籃網 哇 彈體 選一局的得分也是排名在第七 二十一比十八 阿鐵賴相當有機會這一局 八千 接八球被破壞 團體攻擊得得分 目前團體攻下了十六分 二十二比十八 阿鐵賴 看起來也真的有點像 OK 但是現在應該說是 千千的舉球太聰明了 是是是 對 看得很清楚 好 落後四分的台電現在追成了 只差兩分 當然 阿鐵賴還是領先 這分蠻重要的 讓堂提在前排時盡量多得分 果然成功 二十三比二十 現在輪到堂提到後排 當然堂提在後排也能夠做進攻 對 不過在籃網上 就會比較 矮一點 所以這個時候 好的 好球率到了百分之三十六 那防守也是第二名 慶萱打後排 今天第四決賽場上 彈提揮背 斜線被郭靜穎守住 後排 小毛隊長重扣也被香檸守得下來 柯智勳 再來 B塊眼部高打點的靜萱也被靜停喔 彈提斜線 喔 哇 攻擊得分 這時候 差那麼一點點就把它收起來了 所以一開始兩隊都是強打 對 有那種氣勢 就是好像大家的狀況也調得還不錯喔 不服輸的那種精神出來 不服輸的那種精神出來 對 很有對峙的那種氣氛 如果說 在運動更強 更快或者更高的話呢 也是 稍微犧牲一下這個 美感啦 不過我們台灣的 現在的球員很少像我們以前那種身材 以前那種 比較壯的這樣 對對對 現在球員都是瘦長的 都是瘦長的 對對對 苗條 身高是比我們高很多 但是就是沒有那種重力耶 是 沒有那個power 彈提蹲下去的硬碰硬喔 而且高高過來幫忙啊 稍微慢了一點點 趕強扣賽 手太開網了 對 講說 預備球員其實他是 最那個 壓力是最大的 他跟棒球其實是很像的 你要不斷的在那邊熱身 然後隨時都要準備最好的狀況 準備上場 所以 不見得說 先發壓力大 不見得 其實是預備球員才是更大的 抗壓性要更好 有時候預備球員是 在緊急的時候上來 對 關鍵的時候上來 球隊正在低潮 或者是輸球的時候 對 所以他的抗壓力 上去的人抗壓力都要很好 對 也是要得 籃下兩分 接發球到位 有快攻 時間差 又快又重 彈提好好發洩一下 對 終於有看到這種時間差了 因為彈提也夠高了 剛好兩個人的中間有一個洞 中間 在 已經攻下了21分 得分超過了20分 也是他在台灣的第10場 得分超過20分的表現 接發球到位 左邊趕快 在一對一被加滿籃到 左邊 彈提又來了 彈提再次突破 攻擊得分 糟糕了 現在台電有一點低潮 對 一直沒辦法守住 彈提這一點 那 自己的攻擊 又沒有辦法突破 嗯 9比14台電路 他有時候可能 不是在這個 3號位那邊來處理 所以他其實 在舉球 他看得非常的好 就是說 他 在你來我往的過程當中 不管是第二波 或第三波 他常常會運用中間手 對 這個是他最好的一個 最靈活的一個地方 但這球最後一個調球了 剛好 好高高 希望能夠多磨練一些 年輕的球員 對 這時候有壓力時 由玉淳上場 然後隊長目前總得分是第七 目擊前後旅館 哦 這一回 再次的時間差的進攻 只剩下皮皮一個人籃網 這個時候 這個發球是趙福芳宇 後排 小心點 應該還好 玉淳 對 哇 團體又快了 而且又猛 然後打這麼多的球了 其實 團體應該要更清楚 這個團體他的攻擊 21比19 冰淵源發球 來到第四局的後段 穩定為原者 發得不錯 快攻進來 快攻 對一堆秀琳籃到的這球 右邊彈體 掉球 空檔 他動作很大 這個球是做的也不夠長 也太低了 所以還好 團體處理得不錯 是 22比19 Telai領先3分 第四 沒有很長的時間 時間差 掉球 又被彈體 好短 這部分 看吧 來不及 對 因為他的動作大 所以 而且他長攻的機會也很大 所以來掉這種球 這個時機是非常好的 效果都很好 這邊有小毛 團塊小毛 來往高 彈體的來往高度也到了317 因為他要做一下 對 會不會有小毛 沒有 要到一步 要到一步 他會不會有小毛 然後他會不會有小毛 發展 了 其他人 沒有小毛 他會不會有小毛 只有他會不會有小毛 在台灣他所獲得第二場的30分或者更高的表現 穩定的發球 破壞了接發球 袖中他左邊來靖瑄斜線 還是踢踢的球 踢踢中扣他球 0分2分 只差1分了現在 9比10 剛剛靖瑄那一球有機會中扣了直接 想太多 所以 想這麼教練 腳八球OK 舉高 彈踢 有 好球 好球 10比12